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马六甲的大损 大损之前很安静 安静到根本没有人关注 但是大损之后 才是高潮 才是大大新闻 那就是我们国家 未来的政治格局 在大损之后 才真正的清楚明晰起来 今天星期一 疫情已经没有什么新闻了 所以我们就来谈谈 大马的政治的未来趋势 马六甲大损 带给我们的启发和启示 首先 我个人非常非常失望 非常非常失望 那个西蒙 刚才讲说他们要等到 二十八号 才开会检讨 他们为什么 在马六甲 输到汇头土脸 不是一手满就检讨了吗 二十八号才检讨 可见 西蒙根本没有改变 我们大马 我们需要一个好的反对党 我们需要一个更好的反对党 但是现在我可以很肯定的大家讲 这个反对党不是西蒙 所以今天我们来痛快痛快的 他不检讨 我们帮他检讨 好 我们来看新闻犯 一句话 他们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大马人 再也不会接受他们了 马来人不会投票给你 你不用再玩了 不用再说了 现在呢 现在连华人都怕你了 现在你看我们 自从马六甲顺举之后呢 我在整个元宇宙里面看见 华人都转了 全部都炮轰他们了 你讲华人还会支持你 以前是华人支持他们三个 现在我跟你讲 华人 大部分都 不要他了 所以他们已经变成什么 叫做那种 过节老鼠 叫做那种被人剁弃的冷物 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年代 我们有一个俗语叫做 那个他们已经是被黑了 黑特了 在网络山 他好像那个 记得三个礼拜吗 他并成的那个 扎波 他实际上是一个很受人尊敬的那个老师 变成那个扎波 那样子的 一模一样的 他们就像就是那样子的身份 任何人看到他们 都不能够接受他们 如果这三个呢 他继续留在西蒙 当老大的话呢 我跟你讲 西蒙下一次 就是我们每次我们电影都有讲 一句话叫 票版毒药 那个人有演的 那一部电影就没有人看 票版就完全的惨败 所以呢 他们这三个人的年代呢 已经过去了 西蒙 唯一有希望的话呢 很简单的 那么这三个人呢 就像槟城的那个扎波店 从此在元宇宙里面消失 看都不要给人看到 没有事情了吗 我们槟城那位 老朋友没有人讲他的 你看 玩玩玩村 消失一个礼拜呢 就没有人再提 再提他的事情了 所以他们最好最好呢 在大马政坛消失 他这个C1联盟呢 才有C1 只要他们有在呢 下一次大选呢 你们都是去当炮灰的 你们大好青春啊 现在 不要去当他们的炮灰啊 所以 所以讲起那个前一期的节目 我讲说 那个疫情又严重了 到最后呢 谁不敢去投票 华人不敢去投票 30%华人不投了 两个原因罢了吗 第一个就是 有人在炒作疫情很严重 第二个原因呢 就是 因为我跟你讲 一些华人呢 你叫我投马华 我也投不下 你叫我投那个 巴黎西亚的那个秤 我也投不下那个秤 那我就不要投了 我现在我就是不喜欢 安华跟林北良父子 那我就不要投了 好了 30%的人不投了 你看其他的那个 那个党 国政国门 都那么敢 敢死队啊 那个警察开到 总共罚弹 警察说他开到12万 照样 人家照样损啊 怕你啊 罚款罚12万 他赢到21个席位 不值得吗 哎呀 是不是 先讲林北的事情 嗯 他保护安华 不可以关安华 不是安华的错 你看我们前期节目 我们跟你讲 现在不要管 不要管 是不是安华的错 整个网民 所有网民 大部分认为是安华的错 那就是安华的错 没有什么好变的 这个现在是网络的时代 就是这样子的 啊 那么林北呢 你要 你好好跟我们讲一句话 你好好跟我们讲清楚一件事情 就是呢 火箭是不是你的私人财产 我讲清楚这个东西罢了 啊 如果火箭是你的私人财产 你就传给你的孩子 你的孩子可能又传给你的孙 啊 如果火箭是你的私人财产呢 我奉劝各位 那个火箭的党员 你们可以退党 Game Over的 他是他的私人财产来的 除非 除非你是属于那个 林氏 家族的林氏 王朝的人 你跟他的姨妈 不介意什么 有自己的关系的 啊 那是 那是你们家族的财产 可以留住没关系 如果其他不是呢 sorry啦 我跟你讲 啊 就等林北讲 想清楚 到底是不是他的私人财产 那么那个 公正党呢 安华呢 已经很清楚了 他不讲呢 也已经很清楚了 是他私人财产 是为了圆他的首相梦 是为了他要做首相 才拿着全部的人 去支持他的 他要全国的人支持他 不管你是马来人 印度人还是我们华人 他要我们制止他呢 就是为了要让他做一做 那个首相 所以看清楚的朋友 这三个人呢 为什么现在呢 变成了票房 以前Hero 以前Hero 英雄嘛 林北良父子 这么有骨气 你看我们 上一代的人 三年几的 你看二十年前 一讲起那个林北良父子 固 现在呢 现在变成什么了 这是时代不同的 他们的时代呢 睡醒了吗 还没醒 SOP太严 你看看人家 那边啊 那边他们怎样 我被罚了十二万 我赢了21个席位 我不知道 他们那里有玩SOP的 所以他们 狭路相逢勇者胜 不怕死的人赢 是不是 你们自己怕死吗 是不是 然后他的马撒步呢 西蒙的 第三个巨头马撒步呢 土团党分上西蒙的票 实际上呢 他这样讲呢 我有一点败他 这个是对的 跟我之前的预测有错误 我以为那个土团党呢 国门呢 会把那个 乌统的票给分散 但实际上也是这样子的 我跟你讲 这次啊 国政 可能你们还接受不到 国政在马六甲 实际上叫做惨败 惨败啊 虽然他拿了21个席位 少道官 三分之二啊 实际上的票 跌倒啊 跌倒他自己都不敢相信 他赢了 因为多了一个国门在那边 大家比少了 现在是比少了 比少罢了吗 以前是比多 现在比少嘛 大家都一起少 少了一下 我还多过你几票 我赢了 啊 这是其实国政自驾只赢的 知道啦 还是没有行 所以那个 马撒步这边讲 都可以怪安华啦 西蒙还是要安华来领导 安华已经不再是人民的hero 不再是国家的英雄了 啊 他现在就像槟城的那个找博 这样子 知道吗 啊 我们大马家呢 不久不久就出现一个 一个这样话题人物了 啊 之前好像YBB YBB这样子啦 啊 现在轮到安华啦 所以 所以 他怎样去去领导啦 这个网购时代就是这样子了嘛 所以已经成为这个网民的 网民不能接受的对象了 你看现在全部华人的网民都在讲 这个 这个安华的网民 你叫下一次 你叫这半年嘛 半年一年 一定 一定从国大省 这半年你叫人家怎样转变 转变那个投票的意向啊 不可能的嘛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嘛 而28号才检讨 然后那边在东南呢 还会内乱 内斗 西蒙开始内斗了 因为人家叫火箭退出西蒙 或者叫那个 西蒙的开除公正党 因为公正党好像是西蒙的 票房独药 西蒙真正只有火箭够强的了 只有火箭有用的了 啊 公正党呢 啊 公正党来干什么的 啊 是不是 就是 他吃死一粒鸡蛋 他现在他说美里那边讲不好 公正党美里 从通都上 然后那个 昨天那个李正贤讲的那个话 李正贤是 纯马第一个政治人物 叫安华下台的 结果被公正党炮轰 怎么思想狭隘 所以公正党到现在 都还没有醒来 他们还 活在那个安华的那个 阴影当中 所以安华 也是跟我们讲清楚 公正党是不是你的私人财产 是 是的话 那个句话名 阿之命是对的 那个主来大也对的 全部从公正党跳出去的人 对 这次真的对 因为 他们走得对 如果不是的话 不是你私人财产的话 退位 那 别人能做 因为你讲不是你的私人财产 你讲很清楚了吗 拿得起 就放得下吗 人家不喜欢你的时候 没有用的 真的真的 我都经历过这样的过程 人家不喜欢你 做的时候 没有用的 真的 现在应该立刻判全国大损 然后这个 邱美东就讲说 华英的损票 投票率降低30% 所以现在数据出炉 的确是少了30% 所以我们前一期的节目 我们就讲清楚了 拿疫情来吓人 吓一下华人不敢出来投 然后 然后再来 就是 华人就是偏偏不投 你怎样 因为 当华已经不再是英雄 那个林北两父子到底在干什么 人家 到现在也 搞不清楚那两父子到底是在干什么 是不是 没有一个定位不明确 然后又赖 又赖 现在那个火箭logo没出来 公正党logo没出来 用那个哈拉伯 人家看不到火箭 看不到蓝眼 人家不懂你的哈拉伯是什么 这个不能接受 所以呢 哎呀 有时候 大马华人的 地位 也是讲前我们的华人 学一学他 这个人厉害了 伤心这样 这个人 这个人是全世界最厉害转风向的 你看他转了多少次 现在他就讲 号风清华 这个清华 大刀清华 大扁清华 打压清华 这个应该都是反跳槽法令 这个人是人生赢家的 你看他老婆他娶什么老婆 你们都懂咯 哇 人家怎样娶那个老婆他都可以娶得到 娶一下上次去法国嘛 去法国不用戴口罩嘛 做投诊战去法国嘛 他是人生赢家来的 他很清楚的 现在风吹那里 他就讲那里了 风吹那里 但是讲丁丁好 丁丁啊 我为最伟大的领袖 大马的最伟大的 现在呢 哎呀这个 大马的最有希望的首相啊 现在呢 大刀清华 所以我们要认清一个事实啦 其实 华人在大马 已经是少数民族了 你看 人家华人在外国 刚刚在那个美国波士顿 就那个 伍密就 就成为了 那个华人当女市长 华人 波士顿是美国的那个历史上这么聪明的一个城市 那个波士顿茶叶党 我们读历史 那个美国的 美国的那个革命美国独立战争 你们知道吗 哇 这样有历史 一个城市呢 他第一次选华人女的当市长 然后那个加拿大选举了 九个华人圣孙 谁投他们的 这里大家想一个问题 加拿大人投的啦 百人投的啦 你会赢到百人投你票呢 这才叫做真正的胜利嘛 所以你在大马呢 我们要想想 马来人会不会投你票啊 你看 这个吉达州的 吉达州的最年轻的女市长 他的 他在那个美国一个小城市呢 他他成为了一个 女的市长 吉达州 如果他继续留在吉达州 我们知道了 又不可以喝酒了 又不可以买制了 又不可以 什么一大堆东西了 所以是不是在大马呢 反而呢 反而更加没有前途 一点 我还是在提醒大家 我们要认清我们已经是少数民族 我们要像这些海外华人这样子的 你要跟那个百人能够好吗 百人好 百人损你啦 做事长没问题啦 那个美国几个华人的部长 以前有赵小兰 现在有戴琪 那华人呢 你要融入这个百人世界吗 如果要在大马生存一样的 融入这个马来人的世界 有多少个 华人的议员的外币呢 是靠马来票 人家会说 华人议员应该拿华人票 哎 sorry sorry 错了 华人议员应该拿马来票 这才是对的 只有马来人认同你 马来人投票给你呢 你才是真正一个马来西亚的 外币 我跟你讲 所以人家叫我选外币 我要选我选马来区 我选我选我 我拿华人票因为没有意思的 马来人还没有认同我 当马来人用一把跳投给我的时候呢 我才真正属于一个马来西亚的外币 所以大家要搞清楚这一点 我们是少数民族 少数民族生存法则呢 你就是要跟主体民族嘛 很好嘛 你不可以反抗他们 像那个缅甸 缅甸灭族啊 对不对 少数民族反抗那个缅甸 缅甸 搞了几次灭族了 老子 你 比我们自己华人的人数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全部跑去美国做部长了 然后跑去加拿大做国会议 越来越少 你现在还想跟人家斗什么东西 你就是好好的跟他们在一起 不要再 不要再给那些什么 这些 那些什么人他教你啊 什么华人他什么 没有了 那个时代已经破了 所以本篇就跟大家讲很清楚 那三个人他们时代也已经破了 我们华人呢 我们已经不再是马来西亚的主流民族 我们的时代也过去了 华人呢 好好看好自己的未来 就像其他所有在那个海外生活的华人一样 我们做好我们少数民族的那个本分 少数民族的生存法则 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国家呢 生存得好好的 真的 你要你要去投票呢 华人要去投票呢 没有马来人投你 你赢的 不观察 如果你的那个票数里面 50%都是马来票呢 这叫做 马来人真正认同你 马来人认同你这个华人做他的外币 这个才叫做马来西亚 就好像这些百人在外国做部长做议员 谁投的 百人投的吗 百人认同他做市长吗 百人认同他做部长吗 这样子才是对啊 我们已经是少数民族了 是不是 然后呢 最后最后奉劝 这三个票房 独要呢 这个 这个 当华呢 林北良父子呢 只要你们消失呢 西蒙呢 一定有希望的 过不久呢 华人又忘记了 已经看不到他们三个了 OK啦 再给西蒙一次机会 如果你们还在那边的话 我很想给西蒙一次机会 偏偏看到这三个 那我不要出来投票了 就好了 就这样子了 好 这样子刷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